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集关注U23世界杯中华队 对战古巴的先发投手林玉明 绰号玉米的林玉明 年仅18岁 178公分 毕业于古堡家商 准备就读开南大学 这个适逢诉求 伪劲十足 往右打者内脚窜 带卡特球的轨迹 再来一球加到90麦 卡特尾镜也不错 这球会不会是暗号看错 虽然变速球有数差 但不至于接不到 这颗变速球修正位置 打者挥棒落空三阵 如果是正后方镜头 会看得出来左转弯的轨迹 这球因为已经是两好球 打者以为是外角好球不得不出棒 从本磊上方镜头 可以看出往外拐的效果 卡特球右下串的尾镜 打者没掌握好 这是颗升卡球 向下串的尾镜明显 而且会从外角拐出去 林玉民的这颗升卡 再加以身照的话 有机会丢出向左头 Zack Brinton 这种向左下脊椎的轨迹 相当令人期待 滑球打者没掌握好 哇哦 这个滑球有点夸张 这种最后一瞬间又急又猛的内串滑球轨迹 是不常见的 有微浮球的效果 速球有稍微下坠的尾镜 打者挥棒落空 滑球插一些没进去 又是一颗微浮滑球 打者应该有猜中 但尾镜太犀利还是无法掌握 这个变速球蛮不错的 最后一瞬间脊椎 打者挥棒落空 尾镜不错的四缝速球 右下串的尾镜 我让打者挥棒落空 这也是一颗带左下串尾镜的升卡球 林玉民的微浮滑球 正是赏心悦目 让打者挥了一个大空棒 尾镜不错的四缝速球 让打者挥棒落空 林玉民稍后被打出两分炮退场 本场其实也有许多尸头被打得很强劲 只是靠防守制造出局 整体而言林玉民才18岁 但滑球已相当有天分 速球的卡特跟升卡尾镜 还有变速球轨迹也相当有潜力 两段式的抬腿节奏 也能发挥老乱打者的效果 提升球速跟控球 必能成大器 谢谢大家我是小哥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报分析 恳请您的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期待再相见